近日,江西九江,据海报新闻6月7日消息 有网友爆料某幼儿园中一位女子将孩子吃饭的餐具直接放进便池中清洗 视频画面可见,女子一手拿水管 一手将餐盘从便池中拿到地面上 网友表示不理解 为啥要这样做,自己家里没孩子吗? 这样缺得不缺得啊 还有网友表示这是不想在幼儿园里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